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恆指似破未破 騰訊撐起港股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371點 收報24602點 成交有1036億 今天港股似破 突破了50天線 走勢都不錯 曾經升到上去最高的時候 見過24766 當時升超過500點 但又未破得完 未破得完是甚麼呢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因為4月29號高位 就是24855點 這個位還未破得到 今天站在50天線之上 但又有一點衝高和美市 有一點回吐 所以似破的 亦都大成交 但又未破得完 所以似破未破 今天港股 即是有一個作勢想上破的 偏好 但未確認得完 要等多一兩天 看看是否可以升一圈 途中所指 4月29號高位 是24855點 之後呢 如果上得破得到 你看得到 上高就有一些 3月11日和12日之間有一個下跌裂口 上去這個裂口 就要去到25,100區 3月11日 25,100區 這個低位是25,140 25,140 回補這個下跌裂口 今天轉了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趨勢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美股上個星期五做得好一點 因為公佈了就業數據 說是優於預期 其實失業率14.7% 不過說優於預期14.7% 大哥 不見了多少個職位呢 是2,050萬個職位 真是 你想想這2,050萬個職位 就算你能夠在第二季重新 重啟經濟之後 有八成可以 即時就可以補得回 那還差多少個職位呢 還差410萬個職位 即是那兩成都要整410萬 這410萬個職位 起碼要用18個月時間 每個月 即是重新創造22萬多個職位 都要用18個月時間才可以創造回來 這樣的數據 但是市場呢 都繼續不理 說是好的 一路炒上去 其實是為什麼呢 只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是炒美國 可能不會負利率 是不是會負呢 聯儲屋那些就不想負利率 大市場就迫緊他負利率 迫他就一定好像要就範那樣 這次呢 鮑威爾呢 看看是不是硬頸了 因為其實故事就是說 他上台不久 2018年的時候呢 他本來就想加息的 誰知道呢 他一說加息之後呢 市場就死給你看 那麼2018年底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血腥的聖誕節 當時是插到飛起 搞到他之後呢 就耍手令頭 就跟著市場說 有耐性啊 不加息等等 那樣的事 美股一直好 去到今年 年初的時候 大家知道了 接著疫症來 他急急腳地減息 減到去零 因為特朗普不斷罵他嘛 減到去零之後 現在呢 市場股 好 明年一月 有機會負息 負利率 如果美國的負利率 就大件事了 因為呢 這麼多 這麼泛濫的錢 到處走 是不是大件事呢 那現在是炒著這個負息 就是說其實經濟數據這麼差呢 是 又整個一個負利率給你看 原本呢 就是那次政策都出到七七八八的 想著都是 那麼上下 反彈了那麼多 誰知道原來 現在又炒過負利率 是不是炒得好呢 我就懷疑的 因為聯儲局他們說 就不想負利率 當然啦 他們沒有什麼公信力的 白威爾沒有什麼公信力的 是吧 那麼問題是 如果美國是負利率的話呢 就好像歐洲、日本那樣 但是歐洲、日本其實過去的多年 負利率了很多年了 但是經濟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殭屍營 如果美國都進入負利率 就是說美國都會殭屍 那就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那是否正利率就是好事 正利率你死一些東西 沒錯是 但是那些 就是要淘汰的就是淘汰 你不要搞到殭屍 是要死的 有些就死 是吧 那你起碼現在都會有一點點的 其實現在和零息都沒有分別的 是吧 好了 那麼美國炒得這樣 環球又怎樣呢 環球今天所以回到來 就有一個比較好的跡象 不過這樣 那時候小時候都聽了一首歌 是吧 就是朱古力還沒回來 牛奶味又不爭氣 是吧 現在美股好 輪到今天A股就一般 大家看看順政指數 有些衝高回落的跡象 跌了一點點 雖然不多 就是沒有得跟升 沒有得跟美股升 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去條上升通道頂那裡頂住 就是朱古力還沒回來 牛奶味不爭氣 搞到港股今天都是衝高 有些少少回落 就未破得到這個4月29號高位 再說一次是24855點 那國企指數同樣 又是衝到上來之後 都是將破未破這樣的格局 所以都是要再等等 那它那個4月29號高位 各指就是在10108 10108 今天呢 最高做過呢 10076 但是收市的時候 一萬點得而復失的 收9990的 所以有少少忍恨 好了 說回今天 騰訊撐起港股 哇 騰訊今天威風了 你看 撥一下呢 上升列口 就突破了前那個阻力位 420元區 這裡很多次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或者三次都 跌多少次都好 總之就破了上去 就有點像這個 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總之上破了 走勢很漂亮 因為事源 大家覺得它 快要公佈的季跡就會很好 因為疫症期間 它是疫症受惠股 那些人打多了機 留在家裡 沒有事情好做 打機 課金 所以對它有受惠 這樣就衝了上去 其實錢多 一炒炒這個上去 好了 炒了上去之後 騰訊 是值得看好一點的 不過 所謂ATMX 即是 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和小米 不是每一隻都好 不過 今天騰訊 真的帶頂個市 衝上來 後市怎麼看 這隻股 衝得上去 真的可以看高一線 不過這樣 這裏有一個 衝上去之後 希望它 有一點點回 回到多少 425元之下 今天 其實它最低是做423元的 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這裏有個裂口 如果它能夠補一補 最好 如果不補的話 始終都是要回來補的 希望它補裂口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低級 不過這樣市 其實還未扩認得完 又不要馬上飛身 完全撲入去 都是炒股不炒市 小駐一路跟進 可以買些東西 好了 其實有幾類型股份 反而持續上升 經常講物館 另外就是介護股 今天跟大家講幾隻介護股 希望教育 一路也是這樣 反覆上升格局 今天再升5% 這些股 有時候 逢低級立 都在反覆上升格局 除非它是扭轉什麼 扭轉這個反覆上升格局 例如跌破2元 那現在2.32元 你後回2.2元之下 不是沒有機會的 這些有波幅 2元的時候 如果跌穿的話 才止蝕 那它一路慢慢上 另外第二隻 中匯集團 這隻都是做教育的 3.82元 都升成4.7% 都是破了前浪頂 你想想2月的時候 那些高位都突破了 走勢上利好 如果去到大概5.4元 5.4元 以下 就可以考慮吸納 指示位 5月4日低位 4.98元 4.98元 可以值得想想想 指示位置放4.52元 指示位置放4.52元 4.52元 這些剛才說幾個教育股 就不需要大注 每隻都是小注 買些買些 反覆向上 這些是強勢版塊 其實教育股 是 物館股 近日有見到一些水泥股 有沖的跡象 例如西部水泥 連續三天強勢 今天升5% 而連續兩天大成交 這些水泥股 水泥股 今天有中國建材 那些都升得很好 1313 都是創52周身高 就是華润水泥股 還有一些 即是股去不到的 汽車代理板塊 好像美東 還有881 這些 都是一路走勢都不錯 還有很多小股份 或者板塊做得比較好 整體來說 大市現在似突破 又未突破得完 資金開始流向不同的板塊 大家可以炒股不炒市 一路跟進股份 好了 今日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